大家早安 程序市场时间 我们持续带你来关心的是现在的俄乌战士最新状况 交战至今已经快要50天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现在就表示说 俄军现在有新的动作 他们是选在乌冬的盾内刺客 卢干斯克地区要来部署军备 很快就会发动大型攻势 而现在乌克兰的内政部官员就表示说 乌冬的大规模攻势将会揭开序幕 而现在俄罗斯媒体是这样报道的 说乌冬分离地区声称说已经顺利占领了这个地方 是南部的港口大城马利波了 但是现在的确切状况还是有待证实的 俄军其实围困马利波已经长达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而地方政府表示说当地的基础建设 九成以上遭到破坏 有数千的平民丧生 而当地居民现在面临的是需要人道救援 因为包括像是医疗粮食等物资 都是严重缺乏的 路透社现在就报道说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1号的时候表示说 在下一轮的俄乌谈判之前 俄军是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的 拉夫罗夫他曾经指控说 乌克兰要提出的和谈条件 俄方现在是不接受 但是他还是表示说没有理由不继续谈下去 只是没有打算在谈判之前来停火 而现在位在马利波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 他们PO出了这一张脸书的PO文 说是最后一战的诀别电文 现在是让很多人都看到了当地的真实状况 因为他们说呢 其实当地的首军弹药已经用尽了 即将要进入的是肉搏战 但他们还是说会有很尊严的方式来捍卫自己执行 原本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现在所有的资源都即将要耗尽了 但是这一篇文章的真实性 还是有待乌国当局来证实 不过现在英国的勤资单位也指出说 俄军在盾内刺客是使用过零弹 而现在马利波的战况也是相当的激烈的 他们也不排除说 俄军可能未来会在马利波这边 来继续部署零弹的可能性 那么现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也说俄军几有可能会动用化物 今天从旁边的状态 发生了新冠状态 这帮助他们的状态 新冠状态对他们的状态 新冠状态对他们的状态 和我们的守护者 一名的状态状态 状态状态发生了 他们可以使用武器 对守护者的状态 我们看这个最终的状态 我想召唤证世界的状态 可以使用武器 老师跟普丁的这场会面 是直接坦诚 但是非常的费力 他坦言说 对于外交能不能够 有效的来化解这场冲突 内哈莫是说相当悲观 而同样的美国也是持续的 在拉拢盟友 总统拜登 台湾时间昨天晚间 就跟印度的总理莫迪来进行视讯会谈 除了总统跟总理之会之外 两国的国防外交部长 也都一起参加 拜登是强调 美印两国的价值观是相同的 美国希望印度对俄乌之战 是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 印度目前在俄乌之战当中的立场 是比较中立的 而且他们还是大买 俄罗斯的打折石油 不甩国际的制裁 也是引发美国是相当忧心 而莫迪也在这个视讯峰会当中 对拜登表示说 乌克兰的情势是令人忧心 他说他曾经告诉过普丁跟泽伦斯基 是恳请双方来谋求和平 那么印度也说 会对乌克兰的不查证屠杀事件 加以谴责 并且要呼吁是进行独立的调查 但是印度呢 其实是避免把开战的责任 归咎于俄罗斯 因为印度在联合国大会 当时要表决说 是不是要把俄罗斯 踢出人权理事会议案时 印度是选择弃权的 不过现在对于拜登 是力劝印度对俄乌战争 要跟西方站在一起 采取同样的立场 拜登有达到他的目的成功游说吗 现在白宫也召开记者会来说明 我明白你不想让 印度说明了 but was the president seeking a promise from Modi that he wouldn't look to increase oil purchases from Russia? Well, we are the president both conveyed that we are here to help them diversify their means of importing oil again are the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re already significant for much bigger than the imports that they get from Russia. And we, of course, the president conveyed very clearly that it is not in their interest to increase that. But beyond that, I would let the Indian leaders speak for themselves. 而就在俄乌交战之际北京的这个动作就有点敏感了 北京是派遣军机把中国大陆的防空系统送给了俄罗斯的盟友塞尔维亚引发西方国家的担心 而现在大陆外交部也有所回应了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做出回应表示说这是两国的合作计划跟当前的局势是没有关系的 要媒体不要刻意解读 他更反问现场的外媒记者说 其实美国也向很多国家来出售军武啊 怎么不担心是他们破坏和平呢? 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美国向欧洲向台湾出售武器 你们关心过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了吗? 中国向塞尔维亚出售一些常规军事物资 难道就会有损地区和平与稳定了吗? 听到了美印峰会呢 在线上峰会有就俄乌战争相关议题来进行讨论 外界一般认为 拜登主要是希望印度能够拿出强硬态度 我觉得大概基本上还是希望印度跟在这次俄乌战争中 表达更强烈的反俄的立场 我想大概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他要印度不买俄罗斯的油 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到目前为止买俄罗斯油最多的 还是欧洲国家 还是欧洲国家 现在泽伦斯基我记得他也是名言 他上次不知道在哪一国议会说 你们家的每一滴油 都里面都有乌克兰人的血 那他是把所有欧洲国家都骂进去了 德国用最多 对 那德国他为什么不去跟德国人讲 对 你问一下德国人是不是从明天开始 你就不要用一滴俄罗斯的油 因为这里面的油都有乌克兰人的血 那今天你拜登去找莫迪讲的话 上一次英国的外长到新德里 跟印度谈判也是为这些事情 结果后来双方就共同开记者会的时候 那个印度的外长就讲 他说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到今年年底 我们看一下统计记录 买俄罗斯能源的前十名里面 看不到印度的名字 前十名不是印度 都是什么 德国 这些什么匈牙利 什么是一大堆 欧洲国家 都是欧洲国家 那你为什么你这些国家 你不去跟他们 我要是莫迪 我就讲 你先叫德国停了 我就不买 其实别说了 你美国自己还是也有买 你美国自己被人家抓到 今天印度只买百分之二 只买百分之二嘛 对啊 你今天你有什么立场来要求人家 做你自己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美国现在四月二十一号 还有还有好几天 他还在那边大买特买 对不对 那你美国买不买俄罗斯的钛 这个钛合金你买不买 你交代清楚 你都不买 你跟俄罗斯通通都交代清楚 对不对 你如果你通通都切断的话 那你再来跟印度谈 我觉得这个很公平嘛 我觉得美国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国家霸权当久以后 就是说已经忘记了 怎么样公平对待 不同的国家 他都不公平 都不公平 你今天你自封为世界警察 你要做警察 你自封为警察 你警察也要秉公处理事情 对不对 这个人杀人可以 那个人放火不行 对不对 这个人去偷去抢 你说他因为他跟我是怎么样 所以所以放 睁一眼闭自眼 那个人在那边 怎么样 拿人家一块 拿人家一块 这个一颗糖尺 你就把人家抓起来五发大绑 然后丢到牢里 关个大 好好整一顿 这样子不行啊 所以我是觉得 美国现在这个为了俄乌战争 我觉得 我觉得暴露出来 它的那些 一些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已经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系统里面呢 全天候 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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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